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在当时的时候是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争 那么当时的话有6500万人参战 甚至实际人数比这个还要多得多 据估计损失是1700亿美元 那是当时的数字 现在可能已经翻过来的话 可能已经是几十亿美元 几十万亿美元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燃油果论坛 我是飘哥 今天咱们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示 1900年以庚子年开始的20世纪 是动乱式的开端 在中国当时的开世纪元年 1900年就整出来个庚子国难 当时的欧洲的工业化革命后 机械生产和枪炮军事实力 以及经济在欧洲全面的发展 而且领先世界 也打入了中国的市场 对吧 各个强国之间的话 包括英国法国德国 奥斯帝国等等 开始了大肆的扩张 包括把产品大量的推出到世界各地 同时的话呢 掠夺殖民地 由此呢 而产生了各种的冲突 主要是在经济和地域的 这种瓜分上面的冲突 谁占了地盘大 谁就发言权 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在当时 是如此的强大 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占领的地方呢 包括印度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南非 以及其他的 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或者很多地区 当时占据世界领土的六分之一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这种占领的方式一定会使其他方受到利益的损失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1914年的6月28日 在萨拉热窝暗杀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直接就导致了两大阵营开始了互相的绞杀 而大家应该理解的是 在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之前 各种各样的危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 包括普法战争 以及这个巴尔干半岛战争等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于 世纪元年的庚子之年 也不为过 每个国家的话呢 都找同盟 以求自保 最后的话呢 形成刚才咱们所说的两大阵营 那么这两大阵营一方面叫同盟国 一方面叫协约国 这两个阵营在真正的一战开始前的十年 就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后来的战争的话呢 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利益的驱使 很多的欧洲国家以及非欧洲国家加入其中 经过反复的拆分和利益瓜分 在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点之前 也就是一战之前 他的阵势的话呢 变成了什么呢 同盟国阵营里边有德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以及保加利亚 那么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国家 除了德国之外 可能其他的并不是很欺眼 但是呢 当时他们这几个国家 都是世界级的天皇巨星 那么呢 协约国里边的话呢 以英国 法国 俄罗斯为主 还有后来的话呢 参加的有塞尔维亚 葡萄牙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甚至中国 都在这个协约国里边 那么战线主要分为啊 东线 西线 南线 东线的话呢 是俄罗斯 对德澳 那么呢 西线的话呢 最惨是英法 对德国硬仗 那么呢 南岸的话呢 包括塞尔维亚呀 保加利亚 那么呢 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作战 奥斯曼 土耳其的话呢 对俄罗斯 也是在南方作战 所谓的南部战线 以及对 以及的奥斯曼 土耳其 对英国 阿拉伯 巴拉斯坦战线等等 整个的战线就拉开了 主要的战场的话呢 主战场还是在欧洲 日本 当时也出兵了 日本当时非常狂妄 因为自从加勿战争和那个 俄国的战争之后的话呢 日本都胜了 那么呢 他也越越越识 他这个欲望就越来越强 于是的话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边的话呢 投入了协约国 也是向同盟国宣战的 欧洲以外的第一个参战国 那么日本参战之后的话呢 发动了青岛战役 那么的11月份 当年的11月份就攻占了 德国当时在亚洲最大的军港 青岛 那么的中国 后来也出兵了 在段祺瑞统治下的 当时的中华民国 是北洋政府于8月14日 对德国宣战 那么呢 而且的话呢 当时是派了一些联军代民 一共14万人到欧洲战场 那么呢 在东线的话呢 帮助俄罗斯 大概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参战的 或者是支援的人 也有20万左右 那么在俄罗斯后来的10月革命爆发之后的话呢 有一部分华人回不回来 返回不了 那么的一些人甚至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参加这个俄国的内战 后来的话呢 在俄罗斯在1917年11月的时候 首先退出战争 这时候的战争已经打了4年左右了 后来的话呢 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帝国 分别由于经济原因 以及国内的动荡 退出了战役 那么呢德国到最后也升了光杆司令 那么呢也由于国内的这个革命也退出来了 那么呢 最后的德国也被迫退出了战争 被迫签了协议 那么呢在各国的国内的革命啊 革命的原因呢 经济的原因呢 宗教的原因呢 瘟疫的原因等等 那么呢使战争在1918年的11月11日全面停止 在停战之后的巴黎合约 也导致同盟国一方呢 大量的赔款 这也使或者是埋上了一个伏笔 给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埋上了一个伏笔 那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中华民国是战胜国 但同时的话呢 由于不平等条约 也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签订 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不满 产生了后来的大家所知道的五四运动 这场战争呢 是人类历史上在当时的时候 是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争 那么呢当时的话呢有6500万人参战 甚至实际人数比这个还要多得多 那么呢大约有2000万人受伤 超过1600万人丧生 那么呢造成了燃重的就是人口啊 以及经济上的损失 据估计损失是1700亿美元 那是当时的数字 现在可能已经翻过来的话 可能已经是几十亿美元 几十万亿美元了 那么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看到当时的工业革命的繁荣 然后的话呢是分赃不均 再往后的话呢进入了森林法则 也就是弱肉强食 再后来的话呢就是 休息抵德陷阱 也就是谁强的话呢就把谁干掉 谈谈谷论金 那么呢这也是和现在的情况 形成了很好的一个参考或者参照 有人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就是说什么呢 说你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个并不令人惊讶 但是却让很多人认同的回答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那么呢从贸易战的硝烟 到庚子年的疫情 一切呢就让人感觉是随风潜入夜 待到爆发时 如果问你 你认为什么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请在这个评论区下呢给出答案 给出你的答案 那么呢咱们下一期的话呢 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启示 读在异乡威尼克 每逢孤独看表哥 请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 请点击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